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旋風大道嗎 對 那前面五輩都在更早 老隊頭 你們還有更早的 對 那個時候長得不是這樣子 妳怎麼這樣 我沒說 妳怎麼台港 可是到那個時候 聲音很好聽 我們當時候都17歲 那時候都年輕了 所以雅雯 妳先是參加另外一個 對 沒錯 然後沒有成功是不是 有 後來我們過關 那雅雯妳除了剛剛講的 亞洲新人歌 亞洲新人歌 那根明日之星 妳還有別的嗎 有 我中間其實還有去參加 超級星光大盜 妳真的不知道 很想知道 妳為什麼不知道 因為那時候 我就是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太緊張 然後那個再加分 就是不是有百人海選 我就已經下來了 謝謝 妳根本連百人都沒有進去 沒有 江慧碑 江慧碑是亞洲新人歌 那裡在之前 還有江慧碑 對 所以妳看每一個人 到最後開花結果 到後來亞文得到金曲獎 之前那一段路可長的了 四季比賽 叫亞文是很辛苦的 聽說了 來幫她講一下自己的故事 怎麼會都已經得名了 然後也簽約了 對 結果被冷凍 剛剛講到妳參加很多比賽 終於到明日之星了 也不錯 第幾名了 我是節目第一個過關的 全節目第一個過關 對 結果有沒有馬上出片 因為我們是有出單曲 但是後來整張專輯是等到三年後 就是其他比我晚進的歌手 都已經先出了 然後我還在等 其實我本來有一點點 鏡頭恐懼症 但是因為我在比賽的時候 我要很認真唱歌 所以我並不知道 我有鏡頭恐懼症 因為我只要專心唱我的歌就好了 但是因為後來出道 就是可能我們現在要跟主持人聊天 然後跟大家互動 所以怪到我們身上 不是 妳沒有出片 是因為 不是啦 就是我會緊張 然後那個 之後就是我可能出去 有活動現場 有商演 然後我也不會跟 不知道怎麼跟觀眾互動 就是也不會炒熱氣氛 所以漸漸的就是 我的工作也沒了 然後後來我就整整等了三年之後 我才出了第一張 就是整張專輯這樣子 那後來是妳怎麼跨越那個關卡 妳怎麼樣可以 開始沒有那麼恐懼鏡頭 因為之後 到那個時候 我就開始已經得到猶豫症了 其實很多朋友 或是家人都會說 那個誰誰誰都已經出上邊 妳為什麼還沒有 還滿常會聽到 壓力非常非常大 然後後來我就開始 會 自己餐 就是我會無意識地去咬自己 好像已經到了每天醒 都覺得說 我怎麼還活著 就是已經到這個 很厭世 非常非常厭世 但是其實 在這段期間 因為沒工作 我都在家 然後才真正地 開始認真創作 我把我自己心裡的很多 故事跟很多話 然後用我擅長的方式 就是寫歌 然後把它寫出來 好你家在你沒有放棄 對 就等於是 找回寫歌 唱歌的動力 低潮都是養分 對 因為那時候有粉絲專業 不是 大家會關心說 因為 二雅雯怎麼都沒有更新 你的粉絲業 然後大家都開始擔心 後來我是覺得說 因為很多粉絲都會說 我覺得 我覺得 因為你的歌 然後 讓我度過什麼化療 然後很艱苦的時期 我就覺得 我是不是應該要好好的 再站起來 站起來了這樣 對 到後來林漢還得了金曲獎 很厲害 竟然剛剛講那麼多 所以最令人感動的是說 每個人遇到低潮 怎麼爬起來 這最難 掉下去無底深淵 站起來海過天空 你就是一個最好的案例 最後站到小巨蛋林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